《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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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點緊張 因為都是等於一個正式訪問 我覺得他們的表現都很好 問的問題 跟我聊天的眼神接觸都很好 因為他們都未試過 我想他們未試過去訪問一個運動員 亦都對這個工作 可能是一個很新鮮的一件事 為什麼你會選擇羽毛球這個職業 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兩個是印尼華僑 印尼華僑 印尼的羽毛球是國技 我小時候就已經接觸羽毛球 你和了這麼多很厲害的羽毛球的高手 你最深刻的人是誰 我想應該是臨丹 2011年的時候 在丹麥公開賽和他打 因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贏他的 所以 亦都是第一個香港的羽毛球運動員贏他 所以那場球一直到現在 我都很記得 打羽毛球已經14年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何時退役 在衝進下一屆的奧運會 就是在來2020年的冬敬奧運 我覺得在我的羽毛球生涯裡 我覺得不會給自己一個限期 2020年的奧運你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第一屆參加是2012年的奧運 那我就沒有參加到2016年的 因為那一次就是因為傷病 所以我沒有了這個機會 那2020年我是很希望可以為香港爭取到一塊獎牌 做運動員最重要就是要堅持 不放棄 這件事我覺得不僅是羽毛球 就是所有的運動員都是需要的東西 堅持和不放棄是不僅是成功 就是失敗 贏了球之後你還要繼續堅持下去 你才可以戰勝下一個對手 你不會說有終點 你要一直保持著警覺性 你會有其他人想打贏你 你失敗也不要放棄 因為證明你一個失敗 其實是更接近你去下一次的成功